好,大家好,我是光馬來西亞人大馬翻譯仔 來看 A Chinese vaccine could save American lives 一支中國的疫苗可以拯救,可以救 American lives 復蘇很多,美國人的生命 American lives 一支而已,你看, vaccine 是單數名詞 美國人的生命是複蘇名詞 這個新聞的標題,英文的標題可以這樣寫嗎? 單數對複蘇可以這樣嗎? 是不是應該,可以改過來呢? 比如說應該這樣寫才對吧? 對不對,來看 這個A Chinese vaccine,是不是應該改成了 這位晚傳人的名字 《合法人的ước specifically,流通的接目宿》 可以救我們美人的生命 這樣才對啊,你説是不是 附事 were to complete vaccines 然後對, facinading vaccine 這樣才對嗎,對不對?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这里用could呢? 为什么用could呢? 还可以用其他的吗? 还可以用其他的吗? 好看喔 其实也是可以这样说的 Chinese vaccines can save American lives 这样也是可以咯,可以用could 用could是什么意思呢? 表示更肯定 更肯定了 Vaccines,这也是pronounce 复数名词 Can,could,would,should,may,might 这些全部是属于什么词呢? 全部是属于这个 Auxiliary verbs 还有另外一个也可以说实在 这样也可以 Auxiliary verbs 也是modal verbs 什么意思呢? 中文叫语气助词 用不同的这些 Auxiliary 或者是modal verbs 就带出不同的语气 不同的语气 你用could就没那么肯定 你用could就更肯定了 用could更肯定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你也可以这样用 你也可以这样用 the Chinese vaccine can can could save American lives 就是说 the Chinese vaccine can could save American lives 用could更肯定了 用could更肯定了 这里你看 就等于说明什么 就是很多 所有的 Chinese vaccine 是可以这样用的 一个 the 然后加个 单数名词 就等于 所有 复述所有的 同款的东西 可以的 OK 这一支分享到这了 谢谢大家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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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